嗨,歡迎來到Wiki's Corner 今天呢,我們要特別跟大家介紹 五個波蘭非常有名的食物 你們可以看到食物在這邊 所以我們要一一的介紹,我們今天準備了拿五項食物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呢,是這個 這個是他們在路邊,你很常可以看到 或者是他們有任何,比如說演唱會啊 或者是任何節慶的小販都會賣這個 這個叫做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吃給大家看看是什麼 好,再來第二個呢,就是他們最最最有名的 就是這個,叫做 這個我會,這個叫做 就是餃子 如果有那個波蘭人在那個旅行 他們都說,喔 我真的真的想那個 對 波蘭人如果在外旅行 他們最想念的波蘭美食 就是這一道 今天我們準備了兩種口味 一個是最經典的,叫做 對 是那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菠菜跟起司口味的 他們叫那個 Russian Dumplings 但是不是Russian 是波蘭的 對,是波蘭的 對,雖然它的名字叫做Russian Dumplings 但是 它不是Russian的,是波蘭的 再來第三個呢,就是這個 這個是他們的 酸黃瓜 在這裡 它有分兩種口味 我買的是我喜歡的口味 是比較酸脆的 對,比較脆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也非常好吃 就是這個 這個也是醃的 應該是醃蘑菇 就是它用蘑菇下去醃的 酸酸的也很好吃 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再來下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是波蘭的 的 泡菜 對不對 波蘭的泡菜其實就是用高麗菜下去做的 你還沒吃過這個 對 其實我們今天準備了 12345 6個東西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什麼 Kefir Kefir是什麼做的 是發酵的嗎 是發酵的嗎 是像Yoghurt 對 比較那個 是牛奶 對 但是它是更加酵的 哦 它很像那個Yoghurt 但是它是用牛奶做的 再來最重要最後一項就是這個 波蘭的麵包啦 這個數據數據數給他們看 對 波蘭的麵包這麼大一個 你看 而且這個才3塊波幣 才24塊台幣 你看這麼大 等一下我們會切開來給大家看看 庫巴說波蘭人呢 他們最最最重要的主食就是麵包 因為他們是天主教國家 所以他們對於麵包就是象徵耶穌的身體 因為他們在聖誕夜的時候他們會分那個波餅嘛 那個就是象徵耶穌的身體 他們都叫做bread 波蘭人早餐一定都要吃麵包 而且麵包是不能隨便丟掉的 因為它是非常神聖的象徵耶穌的身體這個食物 所以對他們來說 如果你把麵包丟掉就是罪人 對不對 對 好 所以現在呢我們要先來吃哪一個呢 嗯 好 然後我們還特別準備了 你看這個也是在波蘭買的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牌子 可是它有出辣味的 但一點都不辣了 這小辣小小辣 對 對 所以 幫我喝 好 我跟大家吃是這樣子 嗯 通常這個都一定會加蕃茄醬 對 然後就會變這個樣子 登登 OK 然後它裡面有包什麼 有那個 Pieczarki Pieczarki是什麼 那個波蘭的 mushroom 是這個 喔是這個 波蘭的 mushroom Pieczarki 對 然後有起司 還有起司 就這樣 對啊 喔就這樣子耶 對 因為在那個 以前的 唯一的東西可以買的 是Pieczarki和起司 喔 在以前古時候的波蘭 你能買到的東西就是這個 蘑菇跟起司 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吃囉 好嗎 好好吃喔 它有點像披薩 然後因為烤箱烤過 所以很脆 你們有聽到那個聲音嗎 那個 你們聽看看喔 那個聲音 很脆 很好吃 下一樣 我們來試這個泡菜好了 真的嗎 嗯 吃你的第一次 對 好吧 這看起來就像那個啊 就是很一般的 菸高麗菜的東西 我來吃看看喔 你要吃嗎 你先吃 我要看看你的 好 它聞起來就 這個 很像高麗菜啊 它是酸酸的 是 為什麼泡菜是酸酸的 好難吃喔 嗯 嗯 是波蘭泡菜嗎 對 好好吃 就是Cabbage做的 嗯 很酸耶 它是 它是 就是也是 這個 發酵過的 當然啊 臭豆腐也是 發酵的啊 對 吃什麼一點 不用了 謝謝 不用了好不好 先放旁邊 好 再來我們來吃 Pierroggie好了 Pierroggie準備了兩個口味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這邊的 顏色比較綠 就是 spinich 然後白 比較白就是那個 Russian的 你先貼一個Russian 然後我吃半分看看 好吧 嗯 Russian的裡面是包什麼 Potato 起司 嗯 是White起司 喔 是某一種起司 對 這個white 就是那個 就是Potato 對 所以它的Russian Dumpling裡面就是包Potato為主 對 然後跟起司 好 請你給我吃看看 這是Spicy Version Spicy Version 對 而且波蘭的餃子它的外皮很厚 不像台灣的 台灣餃子比較薄 我比較喜歡薄的 嗯 Not bad 好 Try一個spinich 我覺得好吃 嗯 這個有一點點辣辣的 胡椒味吧 再來我們要試吃的就是spinich口味 裡面也是有cheese的 這個是一定好吃的 我知道 哇好吃 好吃 兩個香蕉之下我比較喜歡 spinich的 我不喜歡那個Russian的 吃了一下有點乾 好我們現在來試喝這個吧 這是你的第一次嗎 不是 Before Valley有沒有過啊 好吧 所以這個是牛奶做的 對 它看起來很像優酪乳欸 你們看 很像優酪乳 這是優酪乳的味道 嗯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 為什麼 這是不喜歡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試吃這個 先來吃這個腌的mushroom 它是一整顆的 嗯 非常好吃 對 嗯 這真的很開胃 就很像appetizer 是 特別 好吃 我喜歡 那我們現在來試這個吧 我最喜歡的酸黃瓜口味 這個我也不喜歡 所以我 我知道它不喜歡 它不喜歡這個版本 它喜歡比較爛的版本 我不喜歡 我喜歡酸酸的版本 而且比較脆 有聽到那個聲音嗎 嗯 非常好缺 這個等一下都給你 我不要這個 那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來試這個了 好吧 就會跟台灣的bread 不一樣 嗯 嗯 說大聲音 可以 可以 喔 直接這樣就打開了耶 對啊 而且它的那個裡面看起來很鬆軟耶 就是那個 很紮實的 那個sponge 你看 對 很 Q彈 OK 好 笑 我吃 再看看 嗯 吃起來有點像 很像台灣的滑桂 你沒有吃過 可是很像台灣的某一種東西 這裡面吃起來就像那個 真的嗎 對 而且它的麵包不是 白麵包 不是那個white 它有一點別的東西 它有一點別的東西 跟波蘭不一樣 台灣的白吐司都會非常白 就你一看就是很白 的吐司 可是這個 已經算是他們的白麵包了喔 可是 它還是有一點那種 你知道 麥的顏色 好吃 嗯 記得喔 波蘭人 吃麵包為非常重要的食物 不可以亂丟喔 不可以浪費 要吃完 捏 我們的試吃呢 就到這裡 告一個段落 這一次的這個波蘭美食分享 我們會把它做成一個 系列 我們會每一次介紹 差不多五個 五六個左右的 波蘭好吃美食 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很想知道 波蘭有什麼好吃的 別忘了要訂閱我的頻道 隨時追蹤 你就可以看到囉 那現在呢 我要來問問Kuba 你覺得我們今天介紹的這些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嗯 應該是Szapikanka 喔 他最喜歡這個很像披薩的麵包 對 OK 那如果你想要推薦給 來波蘭旅行的人 你覺得你一定一定要吃到的是什麼東西 好 所以你不要吃這些 這些 這些 然後這些 這邊都可以不用吃 就沒有一定要吃 對 因為他們 他們我覺得 有可能他們不喜歡 嗯 對 這個是很特別的東西 對 可是 我們有很多很多那個 麵包 嗯 有很多好吃的麵包 不同類的 差不多 300種 有300種 對 所以你應該要試試 嗯 麵包 然後那個 Pirogi 嗯 我覺得 台灣的餃子比較好吃 對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台灣的餃子真的是 超好吃 對 吃看看 對 因為這是波蘭最有名的料理之一 所以你 他推薦 你們來 如果真的來波蘭 你可以吃吃看波蘭的餃子 對 然後那個 我們這裡沒有 因為你吃酥的 對 你吃酥 可是我們的那個 Vrotla的影片有 如果你來波蘭 你應該要吃那個 波蘭的熱狗 對 非常好吃 嗯 也許我們會準備一集就是波蘭的傳統熱狗 配上波蘭的那個素食熱狗 來看看 給你們看看 他會吃肉的 那個版本 我吃素的 然後因為我是吃素的 所以能拍一些美食的題材有限 但是請大家多多包涵 對 我還是會盡量的 如果是肉的我會叫庫巴士給你們看 對 讓他來介紹口感啊什麼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已經訂閱了 非常謝謝你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